鉴定一下养生粉丝的毒手 这是一个完全没有看到样子的案例 地点在重庆丰都 它的症状主要为局部疼痛肿胀 伤口发黑发红 从这个伤口来看 比较符合的是周线丁蛇和奎柯毒蛇 这里有医生说像眼睛似的伤口 但重庆是很难遇到周线丁蛇的 至少丰都没有记录过分部 五部蛇的话症状也不太相符 因为它完全没有出血 所以我考虑的是圆毛头肤和短尾腹 圆毛头肤作为重庆 咬人最多毒蛇 嫌疑自然是最大的 那么这两种蛇都可以使用副蛇月勤 于是我让它先用副蛇月勤 后来问它怎么样了 它说很明显消肿了 开始恢复了 我奶奶昨天晚上被蛇伤了 在四川 晚上咬的没看到蛇的样子 说是整条腿肿起来了 但是人还挺清醒的 打扫了 又是一个完全没有看到样子的案例 像这种是最棘手的 鉴定起来非常骚扰 利点在四川 症状为局部肿胀 且没有神经毒症状 我们可以直接排除眼镜蛇科毒蛇 随后我看到它伤口 出有一点鱼子 但不是很确定 于是问它这一坨是不是咬后发指 它说是 那就考虑圆毛头肤了 这个伤口非常符合圆毛头肤的咬伤特点 且圆毛头发在四川的咬人数量也是最多的 我不想怀疑它都不行 各位老师好 这是广东的医生求助啊 我们直接看照片 身上有很多黄纹 颈部有白色家族背纹 毫无疑问 这是一条周线眼镜蛇 应该用眼镜蛇的血情 然而他们这里刚好没有眼镜蛇的血情 只有银环腹蛇五部 这就非常尴尬了啊 因为周线镜蛇毒液中还有大量细胞毒 腹蛇和五部蛇是没有这种细胞毒的 因此用他们的血情 基本上没啥综合效果 不过即便有眼镜蛇血情 也不能掉以轻心 因为细胞毒症的坏死是不可立的 而抗脱血情对坏死的控制效果非常一般 所以要及时对坏死组织进行处理 否则会越难越严重 四天后医生说这个病人出院了 医治手的牙印处有一块很小的溃疡 处理得非常好啊 大家好 坐标浙江杭州山区 我外婆昨天晚上七点左右 被蛇咬了 没有拍照 据她自己描述 是全身雪白的蛇 三十公分左右 细长的 出血量很少 但是脚肿起来了 神志是清楚的 请问能判断出来是什么蛇吗 第一点在浙江杭州的山区 全身雪白 老师我看到这个全身雪白的时候 人都麻了 正常情况下 野外是不会有全身雪白的蛇的 太花哨了 过于高调 但她外婆很肯定的说是雪白的 并且没有什么花纹 那么我们首先考虑的是 放生的无毒宠物蛇 比如白粮粮之类的纯白蛇 然而她的伤口照片 直接否定了无毒宠物蛇的猜想 因为她的伤口处是有明显鱼子的 我们之前讲过 无毒蛇咬人通常只会发红 且这条蛇体型非常小 单靠牙齿是咬不出这种鱼子的 这条蛇它有明显的局部肿胀 可以百分百肯定是被毒蛇锁伤 所以这些全白的宠物蛇都可以排除 这里我发了一张要退皮的副蛇照片 是为了排除因为退皮的因素 导致蛇看起来比较白的本土毒蛇 她外婆说是纯白的没有花纹 且身体比较细长 所以我发了一张全白的眼镜蛇照片 她说脖子这里不是这样的 我又发了一张幼脸五不蛇的照片 她说头是圆的 我们再捋一下 纯白的细长的幼脸的头是圆的毒蛇 能想到的只能是白病衣的眼镜蛇右体 因为是右体的缘故 没有排除多少毒液 所以只缺了轻度症状 尽管她外婆再度否定了眼镜蛇 但我的答案依旧是放生的白病衣眼镜蛇 只有她符合这些描述 我是宠物医生 怀疑小猫被蛇咬了 我想咨询一下 广州有没有眼镜蛇 我这边接诊了一只猫 虫主说 大概昨晚九点多 两只猫咪被眼镜蛇咬了 早上九点多带猫过来看诊 昏迷 四肢无力 输着夜 体征稳定 脉搏血压稳定 体温 呼吸 心率稳定 稳定到我认为 猫咪被打了麻醉药 被眼镜蛇咬 还能活过12小时吗 看起来站得站不稳了 她说根本没有找到蛇的牙印 也没有明显外伤 注意这是重要信息 我们知道 周杰这蛇毒液中 含有大量细胞毒 它可以导致局部疼痛 肿胀 发黑 坏死 而时间已经过去了12个小时 如果真的是周杰这蛇咬的 怎么可能会找不到伤口呢 所以我首先考虑的是 海乐锦巢蛇 也就是原来的红波锦巢蛇 猫可能是舔死了 海乐锦这蛇的颈背部 种了残除毒素类似物 于是我问她有没有口吐白沫 中毒的典型症状 然而她说没有 非常奇怪啊 又没有伤口 又不是中的蛤蟆毒 那还有两种可能性 一个是吃了不明药物 导致了中毒 一个是被牙小的神经毒死咬了 比如银环蛇 我让她看了一下猫的颜见状态 如果主人确定是蛇咬的 那银环蛇有比较大的可能性 广西青州 早上四点被不明蛇咬伤左足内怀 局部肿痛无出血 可见间距一公分牙痕两眉 咬伤处部分于黑 肿痛逐渐向上蔓延至左侧腹骨勾 出现腹骨勾处 皮下鱼斑 入院急查凝血功能异常 血小板79 肾功能心肌没正常 考虑什么蛇 竹叶青吗 这是广西青州律生 又是没有照片的案例 症状为局部疼痛肿胀 没有出血 没有血泡 但出现了皮下淤斑 可见鸣血系统有问题 于是问他要了鸣血检查报告 果不其然 纤维蛋比原下降至0.8以下 表明患者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鸣血异常 而这种直接消耗纤维蛋比原的毒素 通常是内鸣血酶 在广西毒液中 还有内鸣血酶 它主要有五部蛇和竹叶青 其中五部蛇有很强的出血抗鸣血毒素 一般伤口处会有出血不止的现象 但这位患者并没有出血 比较符合竹叶青的咬伤特点 所以他可能是被竹叶青咬的 当然也不排除五部蛇的可能性 鉴于已经出现了零血异常 肯定是要用五部蛇月轻的 再加上副蛇月轻会更加稳妥一点 这是广西历生啊 我们直接看照片 可以跟这个蛇头是三角形的 但身体花纹比较模糊 放大观察一下背部花纹 以脊背为中心 两侧的花纹是略微错开的 我们看一段视频对比一下 是不是非常相似 没错这就是一条圆毛头腹 因为是否拍镜头 看不见侧面的斑纹 很多人就被迷惑了 这个就比前面的明显的耳人 看到侧面上下堆起的斑纹 毫无疑问又是一条圆毛头腹 他们问要不要打血清 先问一下什么症状 被咬的地方有点污有点肿 意识清醒状态良好 淋血功能也没有问题 而且已经过了八个小时 可见他的症状是比较轻的 用负尸越轻 但如果是血清过敏的话 就不一定要打 因为他本来就不是很严重 脱敏注射仍然有过敏风险 一旦过敏性休克反而更严重 地点嘉兴农村 时间上午九点多 咬伤地方 小腿肚子 伤口大小 目测两个血洞之间的距离 有两厘米左右 症状 当时感觉伤口有火烧的那种痛感 然后小腿肚子很快就肿起来了 血流不止 现在在ICU 医院中午十二点多 打了腹蛇血清 老人清醒时候的转述 说那蛇是灰色的 但是心率还没稳下来 小腿肚子有点变黑 然后身上是三角形的花纹 兄弟们这个应该非常明显啊 大声告诉我 这是什么蛇 没错 五步蛇怎么判断的呢 首先牙间距很宽 两厘米左右 表明蛇很大 血流不止 有初血毒素 身上是三角形斑纹 这个铁定五步是咬的 要用五步蛇越轻 然而他发了一张照片 把我惊呆了 背部是钻石形斑纹 一条典型的玉斑利蛇 这是无毒蛇 是不可能咬出这些症状的 如果真的有这些症状 那就肯定不是这张照片 最后他那边说 医生诊断为五步是咬伤 后面加了五步是越轻 还出现了血料 藕血等症状 看起来非常严重啊 果然是发出了照片 好的 如果你觉得视频取得了知识 还请给我点个免费的三连 谢谢 另外要强调一下 我只鉴定上的肿内 以及对应使用的血清 是不给出其他医疗建议的哈 请不吝点赞订阅